一提到台中的夜市 相信观众朋友马上就会联想到冯甲夜市 冯甲夜市每天晚上可以涌入2到3万元潮 目前约有1600多家摊贩和商店 冯甲夜市便宜又划算的特色闻名全台 不过要在这么多家摊贩中脱颖而出 赢得消费者青睐 除了好处之外 小吃的名称甚至是摊贩的设计 每一项都考验业者经营的实力 含到浓浓的酱 他们的那个牌子也很特别 白色外皮 鱛鱼造型 半透明的外皮 隐约可以看到里面的内线 造型可爱加上口味独特 才刚到冯甲夜市报到 就吸引不少人尝鲜 很Q 对 然后很扎实 然后造型也很可爱 我们的县家呢 就是自己调制出来的 市面上买不到的 冯甲夜市它是非常竞争的 一个地方 我们的那个台面必须要漂亮 跟每个店家才有办法去做竞争 所以我们一直去更改我们的摊车 最后去把我们的摊车做明亮式的 像是这台明亮 外观设计成鸡蛋形状的餐车 一出现马上成了注目焦点 冯甲夜市先进业者 要跟1600多家摊商和商店竞争 富有创意的小吃 名称以及造型西进的摊车 每一项都是关键 热闹的冯甲夜市 50年前只是一个眷村 因为冯甲大学搬迁到这儿 带来两万多名的学生人潮 开启夜市商机 冯甲大学统计在台湾不景气的 2009年与2010年 冯甲商圈依旧创造 至少新台币85亿元的亮眼业绩 加上附近学生基本消费族群 足足有一年上百亿的营业额 为什么一个冯甲商圈 一年可以创造百亿以上的商机 就是因为这些 我们这些台湾人的这个创意 他还有很多年轻人想到这边 创业的一个最好的实证 很新奇 然后还有撒上那个肉松 然后年糕吃起来也很Q 看起来还蛮像小丸子 但它吃起来很特别 里面包虾子 主要是被它的泡菜吸引 那泡菜口味还蛮特别的 所以吃了以后就常常来买的 台湾的创意在夜市 有了淋漓近距的发挥 风甲夜市已经成功为台湾 小吃美食装点不一样的风采 新唐人亚特电视 秋天喜王源 台湾台中采访报道